前段时间范冰冰处在娱乐漩涡的顶端,前两天被网友拍到范冰冰现身机场,这也是暴风雨后的第一次露面,同时李晨也拍完戏回国,第一时间去往范冰冰的住处,可见这件事已经慢慢平静下来了。 这件事被平静下来之后,范冰冰的经纪人也被台媒被曝出,已经离婚。 其实负责范冰冰表演艺术的经纪人穆小光,在这次风暴中也陷入了困境。 在这件事发生之后,为了范冰冰的安全,穆小光命令公司员工销毁公司财务等非法行为,阻碍了有关部门的调查。 目前,穆小光受到写迫性措施,一旦他被指控犯罪,情况就非常令人担忧。 在穆小光的调查期间,有台湾媒体称,穆小光还有一个家庭问题。 最近穆小光向台北法院提出上诉,要求与妻子结束婚姻关系,离婚的原因是2013年与妻子结婚多年以来。 由于穆小光长期在大陆工作,与妻子分居很长时间,两人关系已经越来越远,两人的婚姻关系已经名存失望。 因此,穆小光向法院申请离婚。 目前穆小光正在调查中,虽然最终定罪没有达成,但是外界认为穆小光入狱都可能性很高。 来自台湾的经纪人穆小光,在娱乐圈中的身价也达数亿美元,进入大陆之后成了范冰冰的经纪人。 当时范冰冰并不出名,可以说穆小光为了摆脱华谊,为范冰冰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,还为范冰冰创造了一系列的宣传策略,最终使得范冰冰成为大陆顶尖的女演员之一。 年收入在娱乐圈中排名第一,范冰冰和穆小光两人已经合作十年,可以说穆小被范冰冰付出了很多。 两人关系深厚,曾经有一次被媒体拍到范冰冰,穆小光还有李晨一路同行,当时牵着范冰冰手的是穆小光并不是李晨。 李晨总是默默跟在他们身后,完全像一个路人,在三人一起相处的照片中,可见范冰冰对穆小光很是依赖。 但是作为范冰冰的男友,李晨也是对穆小光十分的尊重和礼让。 这么多年以来,穆小光在工作和生活中,为范冰冰付出了太多。 也正是因为这样,穆小光将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范冰冰身上,而不是妻子,导致和妻子分开很长时间,最终导致婚业破裂。 现在范冰冰也越来越好,对穆小光来说,在处理完自己的婚姻问题,之后将会面临有关部门都调查。 可以说曾经批评圈内形势,的大老板,目前也正处局令人担忧的境地。 至于穆小光的最终判决,让我们拭目以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,AO。 是因为《词小光线》的进步二。 我们继续禅销公园。 我们三词小光线。 叫我继续城市场。